另外,为了要深入了解花莲县国土规划、都市计划未来发展以及花莲南区观光发展规划推展的情况 花莲县议会的建设小组也召开了座谈会 为了深入了解花莲国土规划、都市计划未来发展以及花莲南区观光发展规划推展的情况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召开座谈会 邀请协服建设处、地震处与公务处等单位 召集了黄新关切国土计划以及大化年度市计划的内容 特别是国土计划未来发展区的划设范围 我先建议既然像是全县唯一人口成长的乡镇 除了铁路西侧 既然火车站东侧的农业区以及县道193县以东海岸带都应该纳入未来的发展区 那目前国土规划的部分已经进入到第三期 那第三期的相关规划的土地的分配之外 我们所有农业用地的部分 重要的农业用地的农一农二农三农四 都有相关的一个规划跟使用 但是土地的强度不同的时候 它使用的分裂也相关的不同 那我们希望现在我们做最好的一个分配 让我们花莲的土地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使用 包括将来地方的观光发展跟推动 当然农业我们也是农业大县 那农业土地的部分到底要分配到如何 那能够照顾到地方乡亲将来地方的发展跟子弟的一个就业 是我们所想要的 因为我们大的产业也不到我们花莲来 那推展观光产业的部分 它的产值也比较大 那我们一直希望县政府炒介方面 把土地适当的一个规划好 然后让我们的土地的使用 的经济效益的部分 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产值 这是国土规划的我们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大花莲都市计划的部分是牵涉到薰城花莲市 还有吉安乡 那一定是它60%的人口都是在北边 所以将来大花莲都市计划的部分 包括吉安乡两个都市计划的合并 吉安都市计划跟吉安乡公所附近的都市计划的部分的合并 那将来能够最好的一个推动 因为吉安的土地大花莲市将近两倍 所以我们的中南边的土地的使用 会透过国土规划跟大花莲都市计划的部分 将来在吉安土地的使用是有很大的空间 那今天特地探讨吉安市13个乡 是唯一人口正成长的一个乡 我们也希望在土地规划 包括住宅区的使用都已经超过85%的部分 那希望透过国土规划跟大花莲都市计划的一个推动 建议小株招集中黄兴关切规划中的大花莲都市计划 与国土计划的整并作业 这位是全省实处3317公顷外来的发展区 连接目前都市计划并扩大 建议将火车站东侧应该纳入未来发展地区 兼顾吉安乡东西两侧的都市均衡发展 接着就会跟华特长 接着就会跟华特长